词曲 李宗盛 ZANG EN MUZI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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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认出耶稣的经过 秀说了一遍 他们正在谈论这些事的时候 耶稣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都惊慌起来 想是见了鬼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惊慌 为什么心里起疑惑呢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的脚分明是我 你们默默看 要知道鬼是没有肉 没有骨头的 你们看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和脚指给他们看 他们由于欢喜 还是不敢相信 只是惊讶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了他一片烤鱼 他接过来 挡着他们面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以前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就对你们说过这话 凡是梅色法令 先知和圣影上 关于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定应验 于是耶稣开启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理解经书 对他们说 经上成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 人要因他的名字 把悔改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以上是基督的福音 今天的福音 所描述的是 恶马乌两位门徒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所发生的事 这段经文 我认为有五点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第一点是 恶马乌两个门徒 原先是在 充满失望 灰心 害怕 难过 痛苦 逃避 等等负面情绪的情况下 离开团体 离开耶路撒冷 当他们 在分禀的时候 认出耶稣 当他们和死而复活的 主耶稣相遇后 他们立刻有了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他们立刻起身 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团体 哪怕那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并且和团体分享 自己的天主的经验 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 这个为我们天主教真的蛮重要 就是我们要维持一个活泽的信仰 需要有团体 不是主日来打卡就够了 或者自己在家祈祷就可以了 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因为都名聚在一起 我就在他们中间 无论求什么 必定得到 所以一个人在家里死求活求 很多时候都求不到 那也不奇怪 而建立基督徒的团体 所依靠的 并不是这个成员中 有多高的学识 有多伟大的专业能力 这不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有什么天主的经验 而不是道理 教条 这段经文第二点 知道我们注意的地方是 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 但是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到底跟之前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段经文给我们说明了 从外表上看来 复活后和复活之前的耶稣 几乎看起来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因为他仍然有手有脚 有肉有骨头 而且他也吃也喝 甚至他身上还保留着 他受苦受难时候的伤痕和丁孔 但是在本质上 复活后和复活之前的耶稣 却有非常大的差别 因为复活前的耶稣 他的肉身和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肉身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肉身是会腐朽 会死亡 并且受到时空的限制 而复活后的耶稣的肉身 变成了一个不会腐朽 而且不再受时空限制的肉身 所以当时虽然门主所在的地方 门户紧闭 他仍然可以自由地穿墙越壁 并且到处显现 并且到处显现 我们在世界末日 肉身复活的时候 也要获得跟复活主一样的这样子的肉身 之前教会因为搞不清楚 所以以前是不准活葬的 因为怕你后来复活都找不到肉身 没办法借尸还魂 就看那个人 要想天主的东西 很难跳脱人的经验 第三点 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是 凡是梅色法律 先知和圣勇上 关于我所记载的话 都必定应验 这表示就一个法律 先知和圣治和智慧三大传统 都是为了天主的救恩计划 都是为了天主救世子 墨西亚的来临 所说的预言 所做的准备 而预先做的许诺 这段经文第四个字的 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 经上成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 请特别注意 应该 必须的 词汇说法 因为这是 路加福音的关键字 甚至路加 他的福音 是把耶税 是把耶税的所言所行 都放在一个 他走向耶路撒冷的旅途当中 并且 前后相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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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路加来说 天主的救恩计划 就是要以耶税基督的苦难 死亡和复活 他在 他在 耶路撒冷被定在 私下的方式 来实现 这是必须的 今天这段经文第五点 知道我们注意的地方是 人要因他的名字 把悔改的讯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报给万民 使他们得到罪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证人 这段经文 就跟今天的读经一 连接起来了 伯多禄在读经一中 向群众宣讲耶稣基督 邀请他们悔改归正 以消除罪过 在这里碰到了一个 很严肃的课题 那就是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过 心甘情愿的 为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那我们到底有什么罪过呢 一般来讲 我们不杀人 不放火 不偷不抢 有什么罪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被造的人 不完美的人 你什么都不要做 你的存在 就处在一个罪恶的状态下 为什么呢 因为请问你 在你的身上 有没有存在着 骄傲 嫉妒 好色 贪财 贪吃 懒惰 愤怒 等等的因子 犯罪 又有哪个罪 跟这七个 因子没有关系 而且我们都不愿意承认 自己某种程度 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自私自利的 常常是自以为是的 更多是现在流行的 都自我感觉相当良好 所谓的悔改 就是得承认自己存在的真相 和这个有罪的状态 而且只有天主的救恩 能够帮助我们解脱这个束缚 如果还有别的方法 干嘛要请天主教 去在家修就好了 去烧香拜佛就好了 如果我们不愿意悔改 我们不愿意认罪 为我们的信仰来讲 你就是自从为义人 你就是摸着真度 自己在扮演天主 你当然不需要天主 这跟你相不相信他 真的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而且很恶心 你扣扣执着说 我相信你 但是你都得听我的 我才让你当天主 人最厉害就是这一招 今天读经二 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来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 而且提醒我们 不要犯罪 但是保禄非常的安慰我们 他说 就算我们犯了罪 我们也不必过度 自责或者害怕 因为借着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借着他现在坐在天主 父的右边 为我们祈求 为我们关缩 天父一定会宽恕我们的 就是一般人讲的 不看身面 看佛面 面对天主 对我们这种主动 白白 无条件给予的爱 我们应该怎么回报堂 其实我们要做的 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要遵守 他在最后晚餐之后 临别正言 所说的 一句话 遵守他的命令 他的命令就是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 所以让我们在今天弥撒中 祈求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 把他的圣神 把他的爱的能力 丰沛的赏赐给我们 好使我们 能够遵守他的命令 彼此相爱 只有我们努力彼此相爱 我们才真的是他的门徒 我们才有可能 成为他中约的子女 更重要的是 就是因为这个很难 所以你才能确定 我真的是在弃绝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随耶稣基督 约奥基 也才会开始在我们身上 发挥作用 我们也才能够体验到 什么是 我们信仰所谓的 复活 我在弥撒一开始 请问了大家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复活 耶稣复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怎么看 什么是耶稣显现 第二个问题 什么是耶稣显现 耶稣显现 耶稣显现就是 死而复活的主 耶稣基督 主动 亲自 进入我们的时空 与我们相遇 不是你求祂才来 不是你需要祂 祂才在 很多时候是 我们不让祂在 我们不让祂插手 耶稣复活跟耶稣显现 其实都是爱的行动 更爱的记号 懂的人就懂 不懂的永远也不会懂 现在就用起立 想爱我们的天主 表达我们对祂的心怀 感谢观看